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我要来给我的黄瓜掉腕 都已经开花了 我都还没给它们掉起来呢 这颗应该是水果黄瓜 已经开了两朵次花了 这上面的叶子 前两天长了虫子 给我咬坏了 是刚刚碰掉了一个什么花 现在的黄瓜就是爱长 卷叶虫 还有实心虫 把这叶子 咬坏了 这个虫子 只要稍微仔细点 做个两三天就没有了 不仔细的话 它摇起叶子来也是很快的 你看这叶子全都被咬坏了 今年我的这个黄瓜顶上 搭了爬腾网 我就不用杆子给它搭架了 就用这个掉漫绳子 这是我去年用过的 收拾在那 今年还可以接着用 这两颗苦瓜 有一颗已经开花了 今天顺便也把它们给吊起来 我拿了一些旧的筷子 把这个绳子的一头 系在筷子上面 筷子绑好以后 就把它插到蜘蛛的旁边 然后把这根绳子拎起来 把它挂到上面的网子上 或者是你用的杆子 也可以把它绑到竿子上 酸稳 给它固定好 这个绳子 我一般都是留的比较长的 稍微留的长一点 以后黄瓜长到这个架子顶的时候 需要落慢 然后这个绳子就可以放一些下去 多余的给它 缠起来 绳子上下固定之后 它就吃上腻了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黄瓜的藤往上面绕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绕 绕的时候要轻轻的顺着藤慢 它的弧度去慢慢的绕 如果发现这个绳子紧了 就把上面放一放 你不要去伸拉硬拽它 伸拉硬拽 这个黄瓜的藤 其实它还是有点脆的 容易把它拉断 这样就掉起来了 这些卷须用不着的 我们可以顺便给它掐掉 这卷须也是比较消耗营养的 然后下面的 这个纸叶 不太好的叶子 也直接给它掐掉 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把这个绳子 拴到这个瓜苗上头 去年我就是直接拴上去的 但是到后面这个瓜苗越长越大 它的藤蔓也越长越粗 我们现在掉漫的时候 这个镜杆还是比较细的 拴的这个扣它就比较小 到后面如果没有及时的去给它松开 及时的去给它放大的话 这个藤蔓上就会被勒出一条深深的痕迹 对这个植树的长势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今年我就用了一根筷子 把它插到旁边 我们在掉漫的时候 这个绳子一定不能把它拉得紧紧的 拉得直直的 稍微给它松一点点 让它在生长的时候 有空间去撑开这个绳子 因为藤蔓会越长越粗 如果你拉得太紧了 它没有生长的空间 就会把这个藤蔓给勒伤的 看我这棵瓜苗 没有及时的给它掉漫 已经被折断了 就只剩了薄薄的一层皮 它都还没有死掉 皇冠的生命力也是很顽强的 像这种镜杆断掉的 可以把下面这些叶子 花朵都给它摘掉 然后往它的根部 这一节给它培上土 这颗我暂时就不给它掉漫了 先用土把它埋起来 留了一个头在外面 看看它后面能不能活起来 花的后面有一个小黄瓜的 这就是雌花 等花谢了之后 这个黄瓜就会越长越大了 我们多大可以留这个黄瓜 要根据你的植株长势 如果你的植株长得比较健壮的话 七片叶子就可以留瓜了 如果说植株长得很瘦弱 像我的这个植株 就长得一点都不好 而且叶子还被虫子给咬了 这种的话我暂时就不留瓜 把它的这个瓜摘掉 现在不用去心疼它 先长苗子 苗子都长不好 结瓜也结不好 这个总共才几片叶子 一二三四五六 连这片小叶子才七片叶子 至少要等到它七片叶 长大以后才开始留 如果它的长势不好的话 要等到十片叶子才给它留 苦瓜的掉漫也是一样的 把这下面的侧枝 全部先给它打了 苦瓜一米二以下 不留侧枝 全部打掉 它的分支能力特别强 在下面没有必要 去给它留太多的侧枝影响 在下面的通风和光照 还是顺着这个瓜塘的方向 把它绕上去就行 暂时只要管它 打下来的这些老叶冰叶的 把它全部剪出去 不用放到菜园子里头 全部都拿走 黄瓜苦瓜的掉漫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稍微给它们松一松土就好了 这些放了底肥重的 在接瓜以前可以不用吸水 等到接瓜以后再来给它追水就好了 好 今天黄瓜的整只掉漫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是封信泽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